那我就有喜歡 我不是泡麵唷 我這樣不喜歡這個味道 有一種 非常 乾這次 很多人就有喜歡 我要吃過後辣的 嗯 酥 酥 嗨大家我是Vivi 每次有人問我如果離開台灣後 我最想念的台灣鼠舞會是什麼 我的答案一直都是台灣的乾麵 尤其是我很喜歡去那種小吃不點 一碗35塊到50塊的那種 麻醬麵啊或者炸醬麵 因為那些又便宜又好吃 而且那些味道是在國外很難吃到的味道 但是近幾年來我看到很多名人 開始代言和推出很多不同口味的乾拌麵 所以我這次回來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就帶了10款不同的乾拌麵 回來給我的家人朋友試吃 因為我想看看他們會不會跟我一樣 愛上台灣的乾拌麵 Let's go 在沒有開始之前咧 我先問你們兩個問題啊 你們在Burlain區有吃過什麼乾麵嗎 乾拌麵的 板麵乾咯 Indo Mee 當然咯 Ibu Mee 還有Mee Setup 那你們有吃過台灣的乾麵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吃過啊 康師傅是台灣的 這次從台灣回來帶了10種 10種這麼多 台灣的乾麵來給你們試吃 這10種裡面有一些都是台灣的藝人或者網紅名人代言或者自己推出的 出了第一個啦 第一種乾麵 你們可以看一下 外省乾麵的 哦 辣味耶 這是辣的 我不是泡麵唷 而且它的包裝看起來蠻傳統的那種感覺 這個品牌呢 是台灣 可以是講他們是第一個最初 台灣的乾麵麵的一個品牌啦 有一點很香油 這個很像 馬來西亞的一個品牌 這個很像米博咧 啊 米博 算是合我胃口啊 酸酸 ok啊 很好吃 它的口感就是那種 確實會有點酸酸 沒有 它的口感就是那種 U版麵的感覺 有一點客家麵的感覺 我吃完我就想到那個馬來西亞的客家麵 微辣 小辣 米辣 我還以為是好像辣到好像麻辣 這麼樣 10分滿分的話也沒給他吃 我給5分 我給6分 因為馬來西亞人口味比較重 6分喔 我怕我們來講 不會很刺激 6分啦 6分喔 很酸酸耶 7分 7分 8 我是覺得不錯啦 ok Next 第二個味道 Kiki 這個看起來是清讚的主態 你看它是椒麻喔 椒麻是不是好像麻辣這樣子 這個是 酥奇 哇 可能你等下吃了那嘴唇會變腫 哦 這是麻辣味 這個麵條就稍微不一樣 我覺得先 意大利麵 Angel Head 嗯 這是麻辣的 這個我喜歡 嗯 花椒的那味道 就是那種中國我們剛剛吃的那種 麻辣香 有沒有看到麻辣 對對對 那個麻辣 欸不過我ok我喜歡這個 它的麻味還好 不會太麻 就像那種中國的麻辣的火鍋 也沒有過分辣啦 因為這個我不會在閃爛麵還是什麼 常吃到這種這樣子的口味 我覺得不要麻辣 來加人吃啦 你看它有點重啦 邊跟上面那個有什麼味道 這個麵比較好吃 很像拉麵的那個感覺 這個就比較Q 都很Q 這個給它幾分 因為是熟期的關係 我會給個4分 不然我要給1分 7分 你剛剛那個好吃 我會給7分啊 給那個7分 我給他7分半 可能暫時給個8分 給8分這樣子啦 一樣是8分 8分 個人是覺得它的辣味已經不錯 剛剛辣了 然後我口味 然後那個花椒 是我不常吃到的那種味道 欸原來它的麻是厚勁了 現在有一點麻 下一個 然後再包裝 你們知道那個妳在煮水嗎 不懂 王心靈啊 Juling是嗎 Sandy沒有王心靈 所以最把這個回海後 注意王心靈啦 初戀香蔥 哦 是吃出初戀呢 那個感覺甜甜的 彩色蔬果 手工刀銷啊 哇卡路里蠻高的 Perser面470 這個就是那個什麼彩色 什麼媽啊 這個就是我看節目有看到的那一個 OKOKOK 上面上面上面 欸有這個看到了 這樣很開胃啊 是 健康麵 遠遠就有吃到的蔥香味 這個麵更Q 口感像板麵 就比較接近馬來西亞的口味啊 我覺得 第一眼看的時候會覺得怪怪 可是吃起來就OK 應該適應小朋友啊 還有帶點渣蔥 就還有一種油香味 是我覺得剛才逼一包的 比起前面的這個是比較 清淡口味的 所以我覺得跟第一個比這個還蠻有味道的 你們猜到什麼顏色是什麼顏色 我猜猜猜吼 這個是金瓜 黃色應該是金瓜吧 六色應該是菠菜 有菠菜 紫色應該是紫薯 綠頭耶 然後藍色呢 藍藻啦 那個可以染顏色 那個藍色 沒有好 紅色 芬菜 中到完啦 哦 還你哦 Sandy 這個你們會給他幾分 六分 味道我會給六分 因為我覺得它香味比第一個會更香一點 可是味道很像是 我給它七分 七分 七分半 七分 如果是中和我剛才吃的前面兩個的話 我覺得說 你們的分數都是Sandy給的 不是蔡美香給的 跟那個人完全沒有 之前那個味道我覺得比較軟滑 中部會給到 我是覺得說這個味道比第一個稍微再重一點點 可是比第二個它又稍微再重一點點 八分 我覺得這個還蠻合口味 八分 八分呢 健康又好吃 這個 黑金芝麻 哇 申果成 我不認識 你一定沒有看它的金芝麻 一個DI有頭上多十粒 咦 還有 哇這個黑芝麻 很香哦 很有營養哦 吃了啦頭髮會黑一點 黑芝麻啦 哦 非油炸的 如果是平常申果的 一看到非油炸的話就會 就是你注重健康的話 不是注重健康是減低自己的罪惡感 它包裝很美耶 高級的包裝 真的 哇這個好像日本麵哦 日本人麵哦 其實很像墨魚麵 芝麻糊的味道 黑芝麻味很重哦 嗯 很香哦 跟我在吃這些健康的那種黑芝麻的那種 blended早餐 我這樣不喜歡這個味道 有多一點甜味哦 我覺得我現在就硬硬把芝麻糊跟一個雲頭麵 硬硬把它撈起來的感覺 還好呢 很像有點乖乖的 這兩個點起來 在我們的麥式咯 麵是鮮的 然後這個是甜的 所以感覺上就有點怪怪的 如果要吃了很大碗那種 然後就開始覺得有一點膩 10分哪分 低分 4分 我給它5分吧 哈哈哈 5分 我6 我還行 6分 6分 老實講那個味道其實是蠻低分的 只是我覺得它這個麵條 確實是比剛才來說比較有特色的 有點短 所以我在麵條上面我稍微把分拉高了一點點 ok 6分半了 因為我不捨得很承認 哦 7分 因為我講這個黑芝麻 7分啊 因為中國 因為就是因為有7分啊 ok就是下一個 老媽拌麵 阿林 蔡依林啊 阿林 有一種 對 對 淡淡麵來了 欸人家2017年低迷耶 嗯這個我喜歡 感覺是辣麵 這個感覺像很像那種 我頂泰風的那個趕勞的那個麵 為什麼你去新加坡 你不過來這邊呢 快來馬來西亞哦 我覺得這個包裝是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說是比較有下心機的感覺 嗯 這個跟那個四川的一樣的那個麵感 嗯 這個也是麻辣的味道 可是它樣子像SPAGADY的樣子耶 這個麵我覺得跟剛才那個 你剛才講說很像Angel's Hand的那種 比較傳統一點的 看一下味道什麼味道 好像有點藥材味哦 我覺得那個味道跟阿林的格一樣 你以為怎麼樣呢 麻的來還是有一點小辣 再點辣 也不過會感覺上麻 好像那個是有點微辣 這個是有其他的味道在裡面的 它裡面有放另外一個醬 你吃了出來什麼醬 這里有一點有花生味 是什麼味 花生醬 芝麻 有放芝麻 哦有哦有芝麻味哦 這個比那個黑的好吃 但這個芝麻比跟那個好一點 它的靈魂好像是那個芝麻的 如果有花椒加這個芝麻醬加起來就好吃 有點像鼎泰銅的那種 像蛋麵哦 蛋蛋麵哦 那你們這個評分 這個我會給7分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麻的味道 可是因為它那個芝麻醬 又可以概括它那個比較麻味道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啦 8分因為我很特別 我覺得我暫時會把它並列為剛才提起 都是8分 8分哦 所以是8分 我給9分 因為它畢竟是在我們馬來西亞這邊 比較少的選擇 6分一定要6分 就是中規中規的麵 可是我真的是覺得這個包裝 我覺得這個Persive價值是最高啦 哦 這個包裝可以當伴手禮也比較好看 對對對對對 OK Next 下一個 肥皂包裝 怎樣讀那個字 煎火 煎火辣 沾麵 沾姆斯的沾姆斯的沾麵 哦 有沾姆斯的沾姆斯的麵來啊 蛤?什麼時候咧 欸 他有來馬來西亞 它好像那種韓國的冷麵 我覺得很像Salad 你看它那個底下雞眼 哇 高強咸 很高級的包裝 - 看一下 - 台湾人面 - 这个是这样的 - 这个这么特别啊 - 感觉很辣辣辣的味道 - 面条很油 - 它是Angel Hand啊 - 面条很油的面条 - 它建议是 - 斩就是 - 它叫 - 斩是然后谐音就是 - 斩面 - 这个好吃 - 它有一点酸味是吃了比较开胃 - 嗯 好吃它有点口味哦 - 嗯 吃 吃 - 如果有吃到那个辣味哦 - 坚果的话就是它没有那种 - 脂死这样的 - 它不会麻辣那什么的 - 酸酸啊 - 它有点酸辣面的味道 - 可是是好吃的 - 中国的酸辣面 - 不过这个味道比那个好吃很多 - 因为我不吃中国的酸辣面 - 只要是那里辣的都蛮合我口味 - 所以我是无所谓的 - 啊你 - 打开吃那个QQ咧 - 过头就没有就会感觉到麻辣 - 这个还好 - 它会坠诶那个味道 - 坠 - 你们一直要煮 - 就是要再吃那口罩 - 对料理的性 - 真的是要倒多一点 - 然后那个坚果味才比较不够 - 这个你给了 - 我觉得我给了2分 - 一个消费者来讲 - 我看到这一个包装的坚果 - 跟我的期望吃下去 - 我觉得 - 再看它的材料也没有什么坚果的材料 - 我觉得有点小失望 - 7分 - 7分 - 7分半 - 8分 - 8分 - 9分 - 9分 - 它不会是那种 - 很香烈的辣 - 味道对我来讲是适合 - 有点辣 - 然后味道又不会太鲜 - 而且又爽口可以越来越稀 - 下一个 - 哦 - 这个我认识 - 老肖泡面 - 肖竞腾 - 姜 - 老肖诶 - 诶 你来诶 - 这是你来 - 这个人真的幸运 - 没让我挑选 - 姜泡达香 - 那个有纯纯达味的 - 哦 - 可是一个辣度的我 - 可不可以觉得有一点点像那种艺兰的味道 - 还有一块菜 - 好像清辣椒的味道的辣椒 - 哦 咦 - 这个 - 这个就是块煮面的感觉 - 这个像马来西亚了 - 有马来西亚的感觉了 - 是Maggie的味道咧 - 这酱的味道是吗 - 不是 - 这个很辣的味道 - 海带 - 这个菜吃了蛮开胃的 - 生生的 - 辣椒 - 啊 - 那种青色大片辣椒 - 哦 - 我喜欢这个配菜了 - 这个配菜 - 我就讲脚辣 - 成转这样 - 比那个面还好吃 - 可是那个面条就终于可以吃回那种 - 我们知道的那种快速面的那种面的味道 - 说实际上酸味 - 这个面有点泰国感觉啦 - 就好像马来西亚的那种Making面条 - 或者是泰国的Parma面的面条 - 这酥我觉得这个面抽卡不错 - 它比Making面细 - 给我看看哪里有什么味道 - 它是什么茶香 - 我不懂是什么的 - 九层塔 - 哦 - 九层塔 - 所以是打泡足的那个味道啦 - 哎哟 - 这个给它几分 - 三分就好 - 五分 - 六分 - 五分啦 - 会给它多分 - 怎么不懂是这样子的 - 同样类型的 - 我会觉得好像泰国啊 - 还是五分低的 - 会比较我的首选 - 七分分 - 六分 - 因为有那个辣椒 - 所以我可以给七分吧 - 我会给七分 - 因为我觉得是无论在口味跟那个面条上面 - 全部都自己就是 - 有达到我要的那个效果 - 我给八分 - 因为有辣辣椒 - 这个是把辣拌面回闻 - 匆匆回闻啊 - 这个看起来就是一吃就有点可以去吃了 - 这个又是金伯家 - 会有可能辣到你不要不要 - 诶法国 - 蓝带美食谁会压军呢 - 它也是一个艺人跟金伯家一起合作推出的一个面 - 哪个艺人 - 尤其是 - 鸩饼 - 超哥老婆啊 - 这不是超哥老婆 - 对 - 哦 - 厉害的 - 还有葱呢 - 看样子有点像树椒袋 - 这个有点像 - 萝卜萝卜放点葱 - 诶它那个味道也像伏伏 - 诶 - 诶 - 很香哦 - 那面条是一种伏伏的感觉啊 - 味道OK的 - 因为当时有做到一点的回昏他讲的那个辣味 - 有回昏的味道是怎么样回昏的 - 我想了解一下 - 回昏应该是这样的 -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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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它是过后辣的 - 对 我刚刚讲过后辣的 - 它是后进来的 - 说到菜市里面是有菜的 - 对对对 - 可是很可惜哦 - 我很喜欢的麦香 - 可是吃下去的时候 - 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 - 给它几分 - 七分 - 我给它七分包 - 我给五分了 - 五分包 - 我还是六分 - 我的六分其实有两分是哪一只葱吗 - 给它七分 - 四分 - 太辣 - OK - 下一个 - 台湾好幸福哦 - 好多面 - 斑面啊 - 黑马拉雅 - 嗯 变成了 - 漂亮哦 - 哦 漂亮哦 - 无荣耀无劳 - 酱 - 没有酱诶 - 期待哦 - 这个是一个YouTuber - 你知道吗 - 千千的 - 这个不能吃 - 我是玩玩啊 - 我是玩玩啊 - 我是玩玩啊 - 这样美的味 - 它有点像Diorin诶 - 诶 它的那个香味很重哦 - 奶油味很重 - 很像那个 - 你去我们台湾的时候 - 吃那种麻油鸡面那种 - 这个好像什么你知道没有 - 都会吃的面哦 - 酱 - 有一种十月怀胎刚生出来的感觉 - 其实不甜 - 很淡就是麻油的味道的哦 - 就是酱身边的其中一种哦 - 然后还有酱味啊 - 酱恰到好处 - 不会有些酱太多也是很严重的 - 酱恰到好处是真的 - 而且吃的第九个是干净的 - 我觉得这个我会买 - 然后发烧的时候我会吃的 - 这个比较独特的 - 我会给七分 - 我给七分 - 七分 - 八分 - 觉得有吃到妈妈的感觉 - 这个真的不错 - 给八分哈 - 我一样会给八分 - 九点五分 - 我觉得有特别到 - 有好吃 - 这个味道会被想念 - 五分太大了 - 最后一个了 - 噢 耶 - 看到花了 - 这个水带配你了 - 麻花面 - 甲晋文的 - 哦哇 我想try这个 - 甲晋文的名字我有听过 - 但是人不是很熟悉 - 甲乙食的啊 - 甲乙食人 - 行的 - 因为他们很喜欢安宁吃的 - 哇 这个大卡很激高 - 美分五百多的大卡 - 我现在寄马屋的味道 - 好像那个我们吃的 - 放那个什么味道的啊 - 一修就是有麻辣味 - 那个麻酱味道是很浓的 - 丹尔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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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刚刚刚那个 - 丹尔米 - 黑子麻的 - 丹尔米 - 丹尔米 - 这个它味道一进去是很香 - 不过你吃不多 - 这个好像也有一点点麻辣的味道 - 没有到麻辣 - 有那个香味在饱 - 可是这个比刚刚那个好吃蛮好吃 - 对 - 它的比较可以搅起来 - 相出来讲全部在面里面 - 我觉得它的面条的优细度 - 对于我来说啦 - 是刚刚好 - 不会过出也会太优 - 我给它6分 - 我也是给它6分 - 7分 - 7分左右嘛 - 刚才那个麻辣面 - 面你比较喜欢 - 这个麻辣面的酱 - 我很喜欢 - 给它7分咯 - 7分 - 8分 - 因为它的面 - 在酱油面里面最好吃啦 - 8.5 - 啊真的 - 你像我在台北酒店对面吃那个麻辣面啊 - 像这个10种面里面 -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 菜的那个食物的很健康啊 - 这个吧 - 真的是要选一个 - 然后我还是会选这个 - 然后 - 第二个 - 皮皮 - 那个辣辣酸酸的啊 - 刚才那个好像那个饭酸的 - 好像冷面酸的 - 冷面酸的 - 冷面酸的 - 因为它一点点酸酸的 - 它吃得很开胃 - 转转 - 没有耳代替 - 会觉得会要回去再买的感觉 - 我只有个8分就是那汤汤汤的 - 因为那个麻辣一放下去 - 又辣 - 又很香的 - 油麻味 - 这样你们觉得这种面 - 如果进来马来西亚卖 - 也觉得会不会太好吗 - 我是觉得可以做啊 - 年轻人会去买 - 我觉得那口味重的话呢 - 马来西亚人会喜欢啊 - 尤其那也比较辣的啦 - 就是有好几款我都会买来吃 - 首先呢 - 平时都会买来吃 - 价格 - 价钱不可以太高哦嘛 - 可是感觉如果拿马来西亚卖的话 - 应该会卖要很贵一些啊 - 价格你们觉得多少营业你们可以接受 - 二十块要哦 - 总是健康的嘛 - 就不要 - 五块啦 - 只要4块马币啦 - 那个range就可以啦 - 都只能在这个价钱里 - 应该要20块了 - 只要不要超过20块我会考虑啊 - 最后有一个ending啦 - 你们觉得你们要给他什么书 - 跟台湾干面什么 - 鸡棒有没有 - 好吃吗 - 酥油啦我们用 - 三二一 - 台湾干面 - 两身又好吃 - 但是卡路里有点高 - 台湾干面很特别哦 - 台湾干面一鸡棒 - 第二巨蛋 - 水融 - 我觉得我妈排后奖这样 - 我觉得我的嘴困困的时候会撤我 - 很像修飞的感觉哦 - 我跟你说我看你带了十种面 - 我吃开心的 - 欢喜你了 - 因为我就要不要这么吃面啦 - 总是你也知性得你有两个 - 头佩城的路线 那似乎是Lamby呢? 哈? 听到别人吗? 哦,没有! 我觉得它 它比较配成 跟稍微幽默一点点 哇,诶,它的那个卡路里很高 真的哦? 400多了 等下有去风的感觉吗? 不然我们来一个外围讲 最佳包装这样子 我个人到最后 我记得那个包装 就是阿琳的那个包装 对,我也是脑里面说 我现在只记得阿琳的包装咯 这个我觉得我送给人啊 那我真心的觉得 人家觉得 哇,你送这给我啊 Proceed Value很高叻 谢谢叻 那种感觉啦